在香港,在澳门,我们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,始终要强调三条底线不能触碰。 这三条底线就是,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,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利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, 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,这是三条红线不可触碰,只有在一国的基础之上才谈得上两制。 一国两制其中,一国是根,根深才能叶茂,一国是本,本故才能叶容。 实践一国两制,一定要全面准确,不变形,不走样。 香港回归以来,每次遇到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权利的时候,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出来说, 这是不是又在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权? 我想,这样的言论,究其根源, 要么是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方针, 要么就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有意做出的取解。